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籌碼動足先機 懂能掌握之先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 幾半視頻 今天是禮拜一 一個禮拜開始在那邊 今天我先祝福所有的投票朋友 大家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 都可以超順利 都可以賺大錢 當然還是一樣 提醒大家 接下來的操作你要稍微小心一點 我現在這句話已經不是我第一天講 從上個禮拜就開始跟大家提醒了 那其實今天的部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比較深刻的感覺 因為今天的大盤中場是下跌 92點 歐利西也跌 兩邊都跌 那結構來看的話 跌的加速 跌的加速基本上也都比漲的加速還要多 那其實主要是這個 今天亮燈只有1518億而已 你覺得1518億它有辦法 讓這個指數大幅推升 或是說讓收不到都漲嗎 其實我現在大家非常清楚 這個1518億 守成有餘 它頂多就撐住而已 你要攻擊的話 其實這個亮燈基本上是不夠的 那如果說以這禮拜來看 這禮拜的事情蠻多的 甚至於應該說為什麼這裡 為什麼今天是會跌的 為什麼 其實還是一樣總經的部分 在總經的部分 這是禮拜五的時候公布的PPI 這是叫生產者物價指數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你們簡單講一下 就是生產的物價指數 也就是說 廠商現在生產的東西 它的成本 也就是廠商的成本如果增加了 那請問它會不會把這次成本轉嫁到商品上面 然後再賣給消費者 基本上應該是會的嘛對不對 那既然會的話 如果說廠商的成本它是往上調的 那你覺得這個通膨它會掉下來嗎 通膨通膨通膨 有控制住就不錯了 我只能說有控制住就不錯了 也就是 就這個PPI的生產者物價指數的部分 大家預期說本來應該往下掉 掉多一點 結果呢 結果有掉沒錯 有掉啦 但是掉的幅度跟市場預期的 這個有落差啦 也就是說這個通膨下降 有下降 很緩慢 很緩慢啦 所以呢 所以這個數據出來 本來 目前法輪圈在預估 明年的 明年那個利率差不多4.75到5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數據 這個禮拜有出啊 現在要變多少 現在變5到5.25 差不多就5到5.25啦 那當然朋友朋友 這個也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什麼 像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說 這禮拜的事情比較多 主要就是 這禮拜還有什麼 利率節的會議嘛 還有呢 還有CPI嘛 CPI的部分嘛 那CPI通常CPI是比較重要的啦 但是如果說你從PPI的部分的話 去推的話啊 你說CPI要大幅下降 其實 有困難好不好 有困難啦 就像我開始跟大家說的啦 廠商的成本如果增加了 你覺得他不會再把成本加上去 然後再賣給消費者嘛 基本上會嘛 所以通膨就算有下降 下降的速度也會很緩慢 那既然很緩慢的話 那這禮拜變這樣子好不好 這禮拜就是還有一些 有的沒有的 比如說這個月升兩碼應該差不多啦 但是你明年的中原率率 基本上可能會升到5到5.25的部分 好不好 反正就是這個後面再看 那後面再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是禮拜四的事情 今天禮拜一耶 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開始1500億的話 市場怎麼樣 他會就等這個數據嘛 那等這個數據今天幾號 今天12號了呢 今天12號你再等下去的話 快要到聖誕節了呢 快到聖誕節 那你覺得外資還要繼續搞嘛 外資還要放假啦 外資放假我來管理這些 我都要放尬放尬 然後明年過年又比較早 所以整個到什麼 如果說以台5來講 那個要休息的外資 一休息就到明年過年後了 甚至可能怎麼樣 搞不好就到雲霄去 而且呢 而且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說的 有沒有 跟大家提的部分 其實那個他們是沒有消失的 比如說像這個台積電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台電應該說他最近的新聞 開始跟他的股價有點對不太上 禮拜五有漲嘛 垃圾盤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你用今天來看的話 禮拜五這個紅黑肩 他今天全部都被吃掉了 禮拜五的紅黑啊 都被吃掉了嘛 那我記得禮拜五的時候跟他說 你看這個哇 營收很棒 營收很棒 結果呢 股價在月線下 這個接下來 接下來你可能看不到這營收 接下來啦 搞不好你看不到這營收了啦 好不好 因為我相信我有跟他暗示過 這個也不太對 好不好 然後呢 又跟你說什麼 看好民國那個明年喔 營收 這個好 他好 明年上半年很差 我想說明年上半年是很差的啦 沒年啦 頂半年很差的啦 上半年很多東西都移到今年去了啦 所以呢 所以今年才會這樣 你才會覺得 莫名其妙說 他的客戶怎麼都很差 為什麼他這麼好 見鬼了 怎麼會這樣子 很多他明年的 先往前移了啦 先往前移了啦 如果張東摩在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樣弄了啦 張東摩就跟你說明年很差了啦 甚至說那個開始產能不滿了啦 這個是 但是應該說領導者的那個態度問題啦 就是如果張東摩在的時候 他就不會這樣弄了啦 就是他就很差的 明年很差的 大家小一點的 但是呢 劉德英各位這家 基本上他們兩個不是啦 就是他們喜歡就是講 盡量維持在一個好的東西 就是把那個營收盡量怎麼樣 符合市場預期 然後明年呢 明年再看啦 那明年呢 明年說真的 明年intel都看不到 明年第一季了 那這個台語電你要怎麼看 所以明年的上半年基本上是不好的啦 如果說明年第二季 開始沒有起來的話 那那那那這個就變笑話了 我跟你講 如果第二季開始沒起來的話 這個可能就變笑話了 你懂得是嗎 那明年那個蘋果 你不想說第三季有蘋果 蘋果明年也砍單啦 蘋果明年的單沒有這麼多啊 差不多今年的七八成而已啦 如果說以目前來看啦 所以如果說從這部分的話 就是還是一樣 我們現在講的基本上比較偏指數 因為像台積的部分 它就跟指數有關係嘛 所以你說指數的部分會好到哪裡去 一萬五這邊可能在 不好意思 我是覺得站不太上去啦 一萬五站不太上去啦 但是一萬五這個地方站不站上去 你要怎麼看 朋友朋友其實就只能看個股啊 就看一些內支還在的股票啊 那內支如果不在的話 這個嘛 不便宜啊 那內支目前 好家在 還在 好不好 他還在啦 那他還在的話 他做的跟那個外資不一樣嘛 外資做什麼 做大股票嘛 內支做一些小股票 甚至今天有一些什麼 先進股在漲對不對 有沒有 那前幾天都量量 很小好不好 量非常小 那怎麼玩啊 那就內支 內支是已經去弄而已啦 好不好 然後上禮拜更大題的 三大頭王汗空 然後呢 兩大頭王再加進去 五大頭王汗空 他們有這個 這個沒有變喔 還是一樣啊 沒看好 沒看好 他們不太可能換來換去 因為 現在大家都看衰退了 看明年上半年是衰退的 明年上半年以目前來看 也真的是衰退 你懂我意思嗎 衰退是衰退消費型的啦 然後植魚倒掛 繼續倒掛好不好 也沒好 這個植魚倒掛就是明年要衰退嘛 有沒有 倒掛就不正常 有沒有 這個是不正常的啦 哪有那種長內期率率 比短內期率率還低的 會這樣就是不正常 不正常啦 這個倒掛那個部分也沒改 然後這個戰爭的部分 也沒和談啊 所以呢所以上禮拜跟大家提醒 要小心的部分喔 如果說以今天來看的話 全部都在喔 這些比較偏 比較不好的消息啊 全部都在了 都沒有改善了 然後又多一個喔 PBI的部分喔 那個降幅喔 那個比市場預期的還 降幅太低了啦 就是出來的數據 比市場預估的還還差一點 好不好 然後過一天也有CPI 所以呢 所以現在市場上怎麼樣 就是等那個數字 那等這個數字的話 其實就怎麼樣 可能就是 局率盤整喔 就沒什麼量的局率盤整啦 就等到數字出來 好不好 那回到個股啦 朋友其實個股的話 相信我們更大題 就是你這個地方 你要看看內置嘛 內置看這兩個東西啦 提前跟籌碼啦 那其餘主要看什麼 明年會衰退喔對不對 所以7加I完蛋了啦 明年會衰退啦 C加I S1M都完蛋了啦 這幾個部分都不用看了 這啦 這都不用看了啦 C是什麼 民間消費嘛 I是什麼 民間投資嘛 S呢出口嘛 這進口嘛 所以這個 這個不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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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什麼 只剩這一塊稍微穩一點點 只剩這一塊啦 可能比較安全啦 或是說像什麼電動車這種 產業趨勢往上的 比較安全一點啦 其他的 很多 很多基本上都什麼呀 沒有故事 人家怎麼會搞啊 對 內置看提產跟籌碼嘛 你沒有提產 你要人家怎麼弄 弄不出來嘛 你要有個東西出來嘛 對 比如說像今天那個什麼生計的部分 什麼中國到底在囤藥 以我個人來看啦 我是覺得很瞎啦 好不好 真的覺得 中國又不是時期時代 他們沒有藥廠 你也比較好 你也比較好耶 對 一樣看這個 就是題材的部分 缺電的部分 缺電的部分還是沒掛啦 當然 中信電啊 中信電不是很穩嗎 你覺得他不穩嗎 他哪裡不穩 投信不是每天買 有在買的 有在動的 做起來你不覺得做做做做 這賺好幾把 然後呢 禮拜五的時候 那投信繼續買啊 今天紅了嘛對不對 有沒有大盤今天跌 甚至盤中跌了 一百六幾點嘛 他是紅的 沒有關係 那些沒有關係的話 我認為這個還可以留意啦 因為怎麼樣 第一個 投信一直在買嘛 投信在買的話 他有沒有交出數字 他的獲利數字是不錯的 今年就是五嘛 明年就是六塊多嘛 那六塊多的話 你覺得目前賠儀比高不高 應該很安全吧 這是安全的股票嘛 對 然後像這個無文記的部分 通通無文記的部分 當然 比較空的 其實有 通通你要去看真的啦 其實無文記的部分 其實就是雷虎跟什麼 跟漢翔嘛 但是一個長多了 炒題材的 一個呢 一個太大隻 推不動 那如果說比較怎麼樣 比較有題材有做夢的 甚至說可以交出數字的 一樣 他今天也沒跌啊 他們今天跌的時候 跟他們有關係 好不好 好 那最後我們看這兩個 這兩個新聞 一個是什麼 一個紅海的 一個是那個台系電動車鏈的 朋友 你看到這個新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 如果說以今天的 它裡面講到的相關股票來看 其實蠻奇怪的 紅海 對 標題很大嘛 紅海沒漲 然後呢 碩河 碩河跌快4%見鬼了 開個平高 咚個路下去了 朋友其實 應該這麼講啊 如果說股價跟新聞對不太起來的話 就是什麼呀 就是不用看了啦 就不用看了啦 因為你說這個 碩河這部分之前 說真的這裡沒什麼吵到啊 沒什麼吵到 跟一個新聞說 他會做電磁芯 哇 超厲害的 會做電磁芯很棒啊 但是 他裡面有講到 他現在才認證 他在送樣而已耶 他不是開始做了 他送樣耶 送樣到底過了沒有 不知道耶 2024 希望2024量產耶 希望好不好 希望 雖然所以這個沒漲 這個跌快4% 雖然所以 這個 你覺得明天後會繼續有新聞嗎 應該沒有了吧 應該沒有了吧 如果沒有的話那怎麼辦 你不要看報紙做股票啦 好不好 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可能要先看這一個啦 這裡面有一支股票 我認為你可以看他啦 這兩個月營收都3億啦 你一月份看到10億營收 可能會變4億啦 那一次可以看而已啦 其他不用看了啦 好不好 就差不多這樣啦 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啦 好不好 其實我們講的是一個操作方法 當然操作方法 其實以目前 以最近來看 像我上禮拜跟大家提 這個地方你操作要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怎麼樣 他轉弱啊 好不好 他要轉弱啦 而且呢 而且 你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過幾天 過幾天啊 可能市場上會跟你說什麼 秉總在收資金 應該沒錯吧 過幾天啊 應該新聞就會告訴你 秉總在收資金 如果說盤著要跌的話 就跟你說啊 秉總要收資金了 我必須這麼跟大家講啊 秉總不會收資金啊 有沒有 秉總不會收資金啊 秉總是負責借錢的嘛 他巴不得你借多一點 借久一點 如果說你夠信用的話 你有信用的話 他巴不得你借多一點 借久一點 對不對 然後呢 最好那個放過年那12天喔 欸 繼續借 借著流倉 他巴不得這樣子啊 因為收利息的嘛 一萬塊台收你五塊嘛 一天嘛 你借一萬塊 那你每天都收你五塊錢利息嘛 就是你可以去預算嘛 所以秉總會不會收資金 他巴不得秉總不會收資金啊 但是呢 但是 為什麼會有什麼秉總 那個什麼結帳這部分出來 是用秉總的這些操盤人喔 他不想付那利息錢啊 比如說像現在1500億對不對 1500億我怎麼不用拉啊 今年也探放 就今年下半年的 前面有輸啊 通通通超盤 很多超盤前面都有輸啊 前面都有輸 但是呢 這幾個月 欸 有稍微配回來一點 那稍微配回來一點 我現在要 外資要放假了 要過年了 然後又開始沒量了 啊不然怎麼辦 啊不然都出出得好啊 開始磅 好不好 是操盤人 不想付那利息錢 把股票出掉 不是秉總要收資金 秉總不會收資金 好不好 是操盤人 不想付那利息錢 不然是秉啊 但是呢 但是 市場上基本上 一定會說秉總收資金 那個隨便 所以呢 所以如果說 你把這幾個喔 消息點把它結合起來看的話 你覺得後面要做什麼股票 比較穩一點 甚至說還有賺錢的機會 就這一塊啊 就剩這一塊啊 消費性的完了嘛 這兩個都屬於比較消費性嘛 這個完了啊 這個也完了啊 只剩這一個啊 就是政府支出的部分啊 所以呢 所以什麼電網的啦 還是什麼 什麼太陽能的啦 然後呢 軍工的啦 這幾個 這幾個題材性稍微會強一點 而且呢 法人 法人也在卡這個啦 你懂什麼 所以呢 所以你說法人是笨蛋嘛 法人聰明的很 他知道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也不太行的 只剩這個而已啦 這個是最穩的啦 起碼買著 對不對 就算盤不好 被影響到 也會長回來啦 所以為什麼 法人一直在卡這一塊 跟這一塊有關係的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啦 好不好 所以如果說短天上你要做的話 我個人認為啦 就是你往什麼 往政策有在推的這邊去做 可能會稍微穩一點 如果說你要做比較消費性的 會飆的 這個 好不好 這個喔 這個不用看啦 這裡有很多股票啦 一月出來應該是四月的啦 好不好 然後呢 市場上開始做夢了 因為他那時候好像也要現增了 應該就會上 應該 應該就會 其實他今天也沒跌 我看他那支啊 今天也沒跌啊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應該 應該是 這幾天啦 這幾天 如果說開始有人在鼓吹的話 開過打鼓的話 應該就會先上去 好不好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來賺錢 我們講一樣是操作方法 有操作方法就有獲利的 就下一次好不好 當然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第一時間 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來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先機 懂能掌 我請先祝大家明天超順利 明天見 拜拜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智地015號